你好,这里是就是爱玩股 就是爱玩股是由玩股网筹备发行 玩股网是全台最大的投资教学与资讯平台 成立podcast是为了让更多投资人 可以接受到正确的投资观念与技巧 成为市场赢家 嗨,我是主狂人 今天想要来跟你聊一个 我觉得对绝大多数靠专业赚钱的人来说 是很严重的影响 但是呢,大多数人都还在状况外的事情 今天是第三百集节目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帅的 就是能够坚持到三百集 累积下载量呢,也有个大几百万次 那在过程中间呢,有帮助到很多的听众 这个是主要让我可以继续坚持录下去的最大动力 就是要不是三不五时呢,有听众回馈 问我问题,然后帮我加油打气 我大概可能两年前左右就差不多想要把节目给关了 因为实在蛮累的 因为这个每周啊,要想新的主题来分享 就是很硬嘛 那前几十集节目其实还蛮轻松的 因为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那后来呢,就越来越难了 就是有的时候我根本也 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我忘记要可以拿来讲 所以后来比较多是遇到这些问题 好,所以呢,大家要在 这个多在Apple Podcast留言 帮我打个五星 问问题,或者是你要聊聊你的想法 心得都可以 有了正向的回馈呢,我才能够继续的撑下去 这一集节目啊,我想要跟你聊一个 我觉得是蛮严肃的事情 也是最近呢,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这个会对绝大多数靠专业在赚钱的人 其实都会被影响到 可能我很多听众也有follow到 这个OpenAI这家公司 他最近新推出了 可以写文字就生成一分钟的影片技术 这个东西叫做Sora 我跟同事跟我的朋友聊到这件事 他们的反馈呢,通常是说 哇塞,这个很屌 未来可能会对电影电视广告的从业人员有影响 然后呢,然后跟我没什么关系 不会影响到我 我还是可以用原本的节奏去过我的生活 然后二三十年后就安心退休 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想要跟你聊聊我的看法 而这个看法 目前我是没有听过有任何人在讲 那不只是我的亲朋好友 甚至网路上一些YouTuber呢 他们大多也只是说 哎呀,这个自己要失业了 但是他没有提出解法 好,我先讲我的结论 我觉得在十年内 有很多靠专业赚钱的人 都会被AI取代 那世界上呢 只会剩下资产阶级跟其他 这两种人而已 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么极端的想法呢 我主要是考虑到几个点 第一个,我们先讲Sora 从去年横空出示了 这个可以文字对答的ChatGPT 过了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就有了可以以文生图的这个搭理 就是说你可以用文字描述 搭理呢,就可以在三十秒内 画出很生动 甚至是很复杂的图 然后再过几个月 竟然又从以文生图 又跨了一大步 变成说以文生影片 而且这个影片呢 它的精致度是很够的 甚至如果你第一次看到呢 你没有特别仔细去 就是挑刺的话 或者说没有人跟你讲说 这个是人工智慧产生出来的 你很可能会觉得说 它根本就是真实的场景 而且它不只是可以做到真实场景 Sora也可以混合真实跟虚拟 你可以看到有动画的 或者说是有在咖啡杯里面 打仗的两艘船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厉害的 并不是技术而已 而是它进化的速度 你看哦 从单纯的文字 然后到图 到高品质的影片 都是每隔几个月 就一个技术大要紧 成长越来越快 现在已经是有一分钟的影片 会不会在过几个月以后 就有另外一次的大跃进 现在是影像 那一年后会是什么 三五年后会是什么 所以可怕的地方 是AI技术这个东西 它不是线性成长的 它是指数级成长的 所以成长的速度 就会越来越快 而且AI学习呢 还他妈的不会累 它不会跟你讲说 哎呀 我一天只能工作八小时 我一周呢 最多只干五天 它不会跟你讲这种话嘛 但是人类不可能这样弄 人是会累的 所以当Sora24小时 都在疯狂学习 人类下班呢 却只在滑手机 当成长速度 快到指数级的时候 现在几乎所有 看起来不完美的问题 都不再会是问题 因为呢 它很快就会被修正 所以我每次看到 有人在Sora影片下面 还是在留言挑刺 说啊这个影片 还不够完美 有一二三点不够完美 它还做不到 像电影那一种 百分之一百的程度 我都一头黑线 因为Sora时时刻刻在成长 它很快的 就会去修正 之前的这些问题 好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便宜 我们不说别的 我们以美术设计人员 来举例好了 一个月 我可能我要产出一百张图 我需要用到一百张图 那这一百张图呢 如果我是用 搭理人工智能模型 来产出的话 我需要付出 随便讲 可能几百块钱台币的成本 然后产品的精致度 跟完成度呢 大概是我请专业 美术设计人员的80% 但是一个真正的 美术设计人员 他的薪水可能是五万块 一年的本薪就要六十万 然后公司呢 还要帮他投劳保健保劳退 还有年终 还有三节奖金 然后还要帮他买电脑设备等等 所以一年公司的支出啊 光他一个人 大概就要一百万 所以成本就是五十倍 以此类推 影片文字产出的人员 成本也大概都是几十倍 所以你想啊 如果你是开公司的 每年公司的人事费用 都破千万甚至更多 那现在AI可以做给你一个 百分之八十程度 这个水平的一个作品 但是成本只要原本的百分之二 你会不会很认真的考虑 说哎 还是我们用AI做就好 好 我再串到刚刚说的第一点 百分之八十的水平呢 是现在AI的技术 如果以AI指数级进化的速度来看 也许明年就不是百分之八十了 可能成本一样是百分之二 但是成果的品质已经追平 甚至是超过人类的作品 好 那你如果你是影片或者是图片 或者是文字产出的相关工作 是不是会觉得他妈的细思极恐啊 而且不只是气话 不只是后制而已 包含了演员也是 AV女优可以完全用AI产出 而且我自己开公司 请员工已经快二十年了 公司的人数很多 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呢 并不一定完全是好事 因为人数多呢 就会有一些沟通成本啦 办公室政治啦 小圈圈的状况 还有帕金森定律 他这个严重的程度啊 通常都会跟公司人数成正比 因为你如果公司只有两个人 你没有什么好搞办公室政治的嘛 没有什么沟通成本的嘛 但你公司如果有几十个人 上百个人 那这些问题呢 都会越来越严重 以前社群小编 要发个图文并茂的内容 他需要等设计人员 有空的时候 特别再帮他弄 他帮他处理 帮他制作 弄一个图文 可能需要一个小时 甚至更多 现在呢 小编都是自己用TrackGPT处理 或者是Canva处理 30秒就搞定了 省掉了很多沟通成本 很多的等待的成本 好 第三 去年啊 有听过一个说法 说是大家 我们要热情的拥抱AI 要赶紧学习 因为AI不会取代你 但是提早学会AI的人会取代你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 两个原因 第一个 你可以回想一下 以前Office这个东西 刚刚推出来的时候 也是履历写说 我会用Word的 我会用Excel的人 他可以取代完全不会用的人 当时的确是这样 没错 但是 这又不是什么学不会的东西 所以三五年以后呢 就所有人都会了 现在你还会看到 有人特别强调说 我会用Word的 然后觉得你要应该帮我加薪的吗 所以赶紧学习AI是本来就要做到的事情 是没有什么好 就是纠结的事情 因为它是基本的 但是并不是你只要会用AI就够了 好 第二个原因 以前Word Excel 它只是一个更好呈现内容的工具而已 但是内容呢 还是需要人来生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AI可以自己去生内容了 而且很多时候呢 它生的内容 其实并不会输给真人 甚至有的时候比真人还要好 所以已经可以完全从头做到尾 跟过去 这个Word Excel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时间序会是怎样 接下来的两三年 很会用AI去协助工作的人呢 可以陆陆续续干掉那种完全不会用的人 因为效率会差非常多 然后三年以后到十年这段时间 就是会用AI的人是主要站立 但是到了十年以后呢 就会开始出现 很会用AI的人 也不一定可以继续工作下去 它会有另一轮的裁员 因为AI更强大 更自动了 好 我们讲个极限一点的情况 如果 这个 例如说 Joman好了 他是他们的公司的老板 他可以按一个键 甚至可以不用按键 说句话 结果影片就直接做好 那是不是整个影片team 都可以直接裁掉了 也就是说 现在不是在像过去一样的情况一样 那就是不像去年的说法一样 说你只要跟会用AI的人竞争就好 那只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呢 是你要跟AI在竞争 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一开始说的 Sora在疯狂学习 指数成长的时候 人类在玩手机 所以绝大多数人呢 他最后是一定输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刚刚说的是绝大多数人 我没有说百分之一百 以前呢 我们说我们只要赢过一般人 或我们只要赢过 可能七八十%的人 我的收入呢 就会还不错 那过去几千年来 大家的收入都是金字塔在排列嘛 我只要成为金字塔上面四分之一的人 我就算是一个精英了 我就算是精英阶层 但是现在有了AI不是这样子 真正顶尖的人 可能还是不会被AI取代 但是绝大多数人的作品 都会被AI干掉 也就是说 收入啊 他会从金字塔 变成图钉的形状 只有那个百分之一 甚至千分之一的超顶尖人才 他才无法被取代 所以会发生几种情况 一个是公司呢 反正我就请一个超顶尖的人才 加上AI去做事情 或者是我就直接用AI去做到 原本百分之八十品质的事情 但是成本只要原本的百分之二 到百分之三 那现在是影片 图片 文字的这个工作 开始慢慢被取代 之后就会开始拓展到 其他的专业领域 例如说医生 例如说律师 例如说工程师 甚至像我这样子的投资专家的专业 也会被取代 跟内容产出行业一样 之后就是世界顶尖的医生活下来 然后百分之一的律师活下来 然后投资这一块领域呢 可能就是巴菲特他一个人活下来 另外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专业人士 全部都被AI取代掉了 那我自己不知道 我的投资水平是到什么水准了 所以可是我猜 我应该是没有到什么 世界级百分之一的投资大师的那个水平 就是还距离有点远 所以我的专业技能呢 也非常可能会被取代掉 讲到工程师 你看哦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 美国科技业是毛起来裁员 就是几乎每一家科技业的公司 都在裁员 那一来是节省成本 节省成本股价就会涨 二来呢 是AI可以取代很多人 随便举个例子 像推特 就是那个马斯克买掉的那个推特 他们现在已经裁掉八九成的人力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结果公司一样活得好好的 然后像Facebook 这两年他裁掉三分之一的员工 裁掉了两万多个人 结果股价呢 还创历史新高 好像也没有怎么样 好 第四点 那我们是不是 这个用体力赚钱的人 比较不会被取代呢 用体力赚钱的 他会被机器人取代 像去年美国就已经开始有无人驾驶的Uber上路了 就是那个机器人 不是机器人 计程车接送的这种Uber 然后像Uber送餐的 现在也是开始 不知道是美国还是日本 已经开始有无人机器的直接是送餐 就送餐到你家的情况 那就是开始在跑了 然后现在机器人呢 他们也可以很灵活的 可以折衣服 可以运球 可以投篮 然后像特斯拉的 这个特斯拉 汽车工厂啊 他们很多也是全部全自动 里面只配置 一家工厂里面只配置很少的人 其他全部都是自动跑 就是机械手臂啊 或者是 他们有些自动跑的东西 所以用体力在做事 在赚钱的人 也不一定能撑多久 那这个是我观察到的事情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 不会是全部人 但是大多数靠专业赚钱的人 都有可能会被AI取代 这是很危险的事 那接下来我要讲三件事 也是如果你听到这里 你很可能脑子会浮现的三件事 第一 那我该怎么办 第二 我的孩子该怎么办 那未来该学什么专业 第三 政府都不管管吗 第一个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如果你是靠专业赚钱的人 你该怎么办 我一开始就讲了 这个世界 未来会简单分成两种人 一种叫做资产阶级 另一种叫做其他 资产阶级的门杆 不是说像你想的那么高 我一定要有可能一整栋楼 或者说你要成为大地主 或者说你要多少个亿 你只要最起码 你只要能够靠投资收益 养活你自己跟你全家就好 怎么说呢 因为大多数人的专业已经赚不到钱了 或者是他的赚的钱很少很少 所以你要赚钱呢 你就需要靠用钱来赚钱 例如说你持有Meta股票 就是Facebook的股票 那现在呢 他们公司裁员 然后公司大力发展AI 然后股价大喷嘛 你就乐见其成 因为你持有他们股票 所以你会跟着公司的股票大涨 你也会变得越来越富有 再或者你持有台积电股票 也是类似的情况 AI发展的越快呢 就会需要更多台积电的半导体 那台积电赚越多 你就分越多 所以我们需要在AI取代 完全取代我的专业以前 我要能够靠投资 就能够足够养活我自己 所以我要跟时间赛跑了 也就是说 原本可能大家会想 我只要在退休前 我能够存到足够的退休金就好 那距离我退休呢 可能还有二三十年嘛 我可以慢慢弄 而且现在不是都什么 延后退休嘛 不是65岁 然后之后可能70岁 反正我还有二三十年 我可以慢慢搞 慢慢存 慢慢赚 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是说 你要改成跟AI指数级的成长去赛跑 那我可能只剩下十年的时间 我就得存够钱了 然后呢 我就突然发现 诶干 十年 我连房贷都还没缴清呢 那就用十年来算 我必须要在十年内 赚到足够退休的钱 那你的投资策略 就需要很大的调整了 原本想说 哎呀 我就被动消极的买买指数 ETF或者是高股息 我一年就赚个5% 8% 诶 差不多了 那但是现在呢 你就不能这样搞了嘛 除非你的本金本来就很大 不然一般上班族你这样弄 一定是来不及的 你就需要更积极的去学主动投资 你要更快速的去赚钱才行 反正你的这个到最后见真章的时间 就是十年 所以这是第一个 你自己可以努力的方向 好 第二 孩子的未来怎么办 我前阵子啊 也在苦恼这个问题 原本呢 我是规划 说啊 我就让我两个儿子 他们以后长大 出社会就进科技业 因为原本没有AI这个东西嘛 所以呢 他们只要成为科技业前一半的人 只要超过50% 年薪百万应该是不难的 所以他不需要特别厉害 甚至他也可以念私立学校 那就是私立大学 反正私立大学里面的 可能什么电子啊 电机啊 资讯啊 这种相关的科系就好了 所以不需要特别认真念书 也不是一定要成为什么人上人 他就顺顺的 该干嘛干嘛 可以该念书念书 该打电动打电动 自然收入也不会太差 但是现在不行 因为现在AI来了 之后专业人士的收入呢 会大幅降低 那我看啦 就是以我老爸这个 假设我公正的去看 我觉得呢 我两个儿子 大概率就是普通人 他们不是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千分之一 百分之一的那种 非常精英的人 他们赢过一半的人 是有机会的 要成为百分之一 基本上是不可能 不管是能力 还是态度 还是运气 他没有一项是百分之一 兄弟俩都一样 所以之后啊 大概率 工作一定会被AI影响到 甚至AI可能把他们工作都吃掉 那如果十年后 我很难靠专业赚钱 那我就只能做很一般的工作 我就只能够领很少的薪水 然后呢 这个老爸我啊 就必须要提早 教他们开始投资了 最后 我可能得要提前 帮他们每年 要多投一点钱去 这个投资 不然等到他们出社会啊 我猜这个 投资收入 他们要靠投资赚收入 一定是不够的 上集节目 我说每年帮他们 就是用他们的压岁钱投嘛 投去买这个富邦台武士 然后后来呢 从今年开始 就是预计 直接买一张富邦台武士给他们 然后现在看起来 好像不太行 远远不够啊 所以我预计 每年会帮他们 多买几张才行 那这个也是 这两年出现的 很大的问题 就是教育 跟不上科技变化的速度 你看 现在国中高中 在学的东西 还是很偏向 工业时代会用到的 就是他的目标 是交出来一个 循规蹈矩的 好用的上班族 那学校在教的很多 都是有标准答案的东西 但是在未来 标准答案 就是所谓你可以用Google到的 你可以问CheckGPT的东西 都会越来越不值钱 那跟学校老师学这个 其实没有意义 那但是 这个比较无解 因为要教思考 我要教他没有标准答案的东西 对一般老师来说 这个难度太高了 因为绝大多数老师自己也不会 绝大多数的国高中老师 就是过去功课很不错嘛 所以他自己也是走这一条填鸭路上来的 那政府呢 也不可能突然政策就宣布说 哎呀 过去的路发现走不通了 因为有AI的这个问题 不能讲问题 AI的这个变化 所以呢 学校就关门好了 然后老师呢 就回家了 然后最后找创业家 或者是找投资专家来教小孩 这根本就是 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好 最后 政府难道都不该管一管吗 政府这种公家单位啊 通常都是慢慢拍的嘛 这种温水煮青蛙的事情 五年后 八年后 可能才会出现一些比较剧烈的反应 那政府一定是到时候再说啦 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民众开始在担心这件事 大家就像是在看这个科幻小说 或者说科幻电影一样 还没有出也还没有出现这种大规 在台湾也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企业倒闭 或者是裁员的情况 所以当然政府就会先去处理在眼前的问题 而且说穿了 几年后 还不知道轮到谁执政了 就像路易十四说的嘛 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 那些政客啊 一定都是等 这个火烧眉毛 他们才会去处理问题 那未来如果真的很多事情都有AI跟机器人去处理 做得比人更好 其实呢 很久以前就已经网路上就有人提出来一个做法了 就是政府其实可以怎么做 就是你把事情 把重要的事情 你都交给机器人跟AI去做就好 大多数的一般人啊 你就是躺在家里 你就每天躺在家里 你就玩手机或者是玩Vision Pro就好 然后政府呢 就定期发钱给大家 老百姓不用工作就可以领钱 社会福利也很好 那只要大家不要造反就好 那如果每天不用工作 我就有可能五万块收入 我四万块收入 我想大多数人也是可以接受的 反正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就可以自己到Vision Pro 到那个你的虚拟世界 去满足你的成就感跟权利欲嘛 而且话说回来 任何事情啊 都不要想说去靠别人 靠政府 一定是靠自己比较可靠嘛 这个劳保破产的问题 搞了多少年还没有解决 你真的敢把你的后半辈子交给政府全权处理吗 好最后整理一下 第一 AI取代专业是必然的事 必然会发生的事 早发生晚发生而已 甚至是不是未来多久以后会发生 它现在就已经正在发生了 现在呢 你已经可以在YouTube上面看到一些纯AI做的影片 从标题到文案到后置到缩图都可以用AI代劳 这只是现在的技术 SORA技术都还没有开放给所有人用的现在 那半年后 一年后这种影片会比现在多十倍百倍 所以以后啊 这个YouTuber 这种大网红也会很危险 就像上个礼拜 Joman在聊SORA 说以后只要有创意 所有技术的东西都可以用AI做 那创意怎么来呢 创意直接问ChairGPT就好了 这是地域梗 就是原本想说以后电影只要有剧本就好了 我可能拿一本小说 我就是写出一本小说 写出一个剧本 我就可以弄个电影了 其他东西 其他所有技术的东西都可以一键生成 所以只有编剧不会失业 那后来发现不太对啊 因为剧本其实也可以一键生成 甚至可以一次生好几套不同的剧本 所以编剧啦 企划啦 才是第一个会阵亡的 好 第二 AI可怕的不是现在的能力 而是指数级成长的速度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AI作品的问题 很快就会被修正 甚至已经被修正了 那这种成长速度 大多数人类一定是赶不上的 所以第三就是只有之后啊 只有极少数人 可能是百分之一 甚至千分之一的人 他可以靠专业去赚钱 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工作呢 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by the way 你不要以为说 只有一般的员工会受到影响 麦肯锡之前就发布了研究报告 他预估啊 五年后会有很多管理者 也会被AI取代 甚至现在已经有一些大公司的HR 是已经交给 直接交给AI处理了 那既然之后可能十年 你的专业就会被AI取代 或者是取代一部分 那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更积极的去学投资 更积极的去赚钱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 你要先让自己能够晋升为资产阶级 之后靠投资呢 也可以过得很舒服 然后你就上岸了 你反而会希望 AI公司越强大越好 NVIDIA它可以涨越多越好 台积电可以涨越多越好 微软可以涨越多越好 因为你的资产累积速度呢 就会越来越快 那之后M型的 M型化会越来越严重 甚至会变成L型 或者是K型 L型就是只有一小撮 资产阶级呢 可以持续成长 其他人都GG 就是L的下面那个横杠 K型呢 就是AI公司持续成长 其他公司都赚不了钱 就像美国S&P500的情况 七大科技股 去年平均涨幅一倍 那其他的493只股票 几乎没涨 我这一次Podcast的内容 大概半年前就开始有 比较模糊的想法 就是整个这种想法 但是从前两个礼拜 SORA出来以后 这整个想法变得非常清晰 而且紧张感就越来越强 虽然说我知道这件事情 一定很多人是宁可不知道 宁可不想面对 就好像有人说 这个我哪里痛 哪里不舒服 说你赶快去看医生 你赶快去做体检 他们就说 哎呀不要 我去体检了 不就知道我哪里会有什么病吗 就是很多人一定是这样子 就是把头埋在沙里 我不要去面对这件事情 但是我考虑了几天 我还是觉得应该要第一时间 分享给我的听众 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发生 因为这个会影响到太多人 但是看起来是回不去 既然无法抵抗 那我们就只好正面的去迎战它 能够早一点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 你就比其他后知后觉的人要占优势 我觉得啊 与其说我去讲什么啊 这个最近什么股票会涨 最近什么产业很火 或者说最近这个美股台股近期的盘式观察 我今天讲的这个主题 我觉得更重要 这这个也是我的节目呢 希望可以带给你的价值 对了 最后补充一点 之前看到有人呼吁说 大公司要停止开发AI 因为这个东西会毁灭世界 那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帮助呢 如果所有大公司都一起按下停止开发键 是不是就可以回到原本美好的世界 大家就不用被AI逼死了呢 好我跟你保证 这件事情是一定不会发生的 一定不会停止的 大家都只是说说而已 因为现在各个公司呢 都已经陷入囚徒困境了 你看 苹果因为没有跟上AI 没有在第一 这个他们是 就是想到AI 不会马上想到苹果 所以他的市值 马上就被微软超过了 那他们公司的大股东会不急吗 同理可证 任何公司都一样 没有人敢松懈 因为我只要一踩下刹车 我宣布说停止开发AI 我的股价就会暴跌 公司的市值就会大减 我员工呢 就会被其他的公司挖走 我可能公司瞬间就倒闭了 甚至我还不用说我不开发 我只要开发的比别人慢 就是产品的这个 就是公告进度比别人慢 我公司股价就会开始暴跌了 你像上个礼拜 不是Sora刚推出吗 然后结果Adobe的股价 立刻就跌了10% 10%这不少 这只是因为市场担心说 未来啊 因为这个设计师跟后置 可能都会被AI取代 所以Adobe的绘图软体 跟影片制作软体 就会没人买 那股价就已经立刻先跌给你看了 所以跑得慢 就是死路一条 大家只好拼死命的 去拼这个速度拼 拼开发 卷得要死 这个东西就是囚徒困境 解套不了的 就真的希望今天的内容 会对你有帮助 那我会持续的在节目里面 更新想法给你 最后补充一点 Sora出来以后啊 对大家有更立即的影响 是诈骗会更加的猖獗 以后呢 你可能就算看到 你小孩的这个影片 说跟你说 他被绑架 说要你汇钱 可能都是假的 你要特别更小心 因为看到影片呢 以后没有什么眼见为凭的 眼见都是假的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提醒一下啊 我的Podcast节目 很适合你从头听 因为从 除了最后面 在讲盘式的地方 其他呢 大多都是 没有时效性的主题 从技巧到观念都有 很多聪明的观众 跟我回馈说 他们已经三刷 四刷 五刷了 那如果没有帮助 怎么会想要五刷呢 如果你是新来的听众啊 从头听 会对你有帮助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听众的回馈 第一位听众 他说 感谢楚大在Podcast 提供很多的建议 受益良多 本周楚大有提到 帮孩子的规划 很刚好 我也是要帮孩子 开立账户存股 那原本打算用 终极投资组合 但是听到楚大直言说 买ETF 而不用买美债 初时有点困惑 后来想想 可能是孩子长大 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在股市会持续往上的前提下 也不需要股债平衡来保值 所以现在呢 就是设定一个目标 就是孩子20年后成人以后 即使三五年找不到工作 起码还有鼓励发放的现金 可以喂饱自己 那我计划呢 是帮孩子买0050或者是006208 搭配0056或者是00929 在比例上约 约略是3比1 想要请问楚大 我这样的方式 有没有哪里没有顾及到的呢 还是有哪里需要调整的 最后进驻楚大 那何家平安事事顺心 好 不用买0056或者是00929 因为长期来看 市值型的ETF 一定是涨的会比高股息的多 除非你就是有要领钱的 不然的话 长期来摆的话 你一定是买市值型 不要去想说什么 去年0056涨五成耶 去年那个叫特利 因为就是他原本买的那些 那些股票什么广达 什么华硕 他们本来都是不太动的 他只是配息配比较多 结果去年刚好逮到AI这一波 然后所以他才涨的 那今年就会恢复正常 那既然你要让他 就是你要让你小孩报20年的话 你就直接单压市值型就好 就再讲一次 不要去买高股息 高股息过去跟未来 除了去年的特利 其他 其他时候 都是大概5%6%到顶了 长期来看 高股息的年平均获利 就是5%6% 市值型是8%10% 你不要小看说 一年差3%而已 5%跟8%的投报率 定期定额20年 他赚的钱会差到 一倍这么多 那像这个0056 或者是00929 这种他是给 我追求每季 或者是每月要领钱的人在买的 你没有要领出来的话 你就是买市值型的 会比较好 那你小孩呢 可以等20年以后 真的是要领钱 然后你再把市值型的 去换成高配息的 这个ETF 然后再领配息就好 在过程 这20年的期间 你还是以市值型 他会成长的会更快 好 这个是给你的建议 好 第二位听众 他说新年快乐 五星奉上 那刚刚过完年 跟除大一样 要乖乖的先把小孩的红包 加码一张 富邦台50 新年希望可以有机会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努力掌握波段行情 那希望各位听众 也可以从农年开始赚大钱 好 加油 也祝你全家健康 一切顺利 不过今年开始 这个我可能会帮我小孩 买再稍微多一点 就刚刚已经讲了理由 一年只有一张 可能之后会不太够 所以大家一起 这个共勉之 好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盘氏 最近因为指数一路在垫高 它没有出现什么拉回 也没有出现什么明显适合进场的形态 所以我的终极波段 就是中间卡个过年 就没有什么机会进场 因为它就直接冲上去了 所以我们就继续空手观望 等到之后 可能出现小做头 或者是拉回打底 我们才会进场 最近主要都是靠我八成的多头部位在赚钱 就我过去已经在节目里 讲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了 我的八成部位呢 都是长期做多的 分布在像冷门股啦 还有像指数ETF啦 还有像债券这三大产品 那过去 主要 像去年 主要我是靠冷门股跟指数在赚钱 那债券是赔一些钱的 然后最近这阵子 是三个部位都在持续获利中 而且因为部位还蛮大的 所以都是很有感的获利 那对于台北股市的看法 最近很简单 就是第一 你在车上的人 你不要乱卖股票 然后前几年 我就有在节目里面跟你说过 就是 我忘了哪一集啦 反正就是不是最近的事情 就是在节目 刚开始没有多久的事情 我就跟你讲过 不管你个股做得好不好 我会建议你 起码要有一部分的资金 你就是固定放在 像0050这种市值型ETF上面 因为可以有效地避免 赚了指数赔价差这种鸟事 像前两周 不是台积电大涨吗 然后那个时候 其中就有几天是 大盘扣除台积电以后 结果是下跌的 就所谓的垃圾盘 全部大盘涨的指数 都是台积电一家贡献的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手中呢 你有三五成的指数 市值型的ETF 你就不会一头黑线说 怎么今天涨200点 我完全感受不到 台股大涨的喜悦 好第二 多头还在持续走 目前就是走 涨多跌少的多头格局 三天两头就是高点过前高 低点也在往上持续跌高 所以你不用预设 高点会在哪里 那最近的走法呢 就是台积电冲高 把指数往上推 然后他就休息 休息几天的时候 资金就外溢到其他的股票 那其他股票就开始涨 所以台积电在开红盘那天 冲高回落 现在其实还没有过 当时的高点 但是指数大盘呢 已经开始 已经涨过 开红盘那天的高点了 那类股轮涨 也是多头的特征 这是我在去年年底 就已经规划好的事情 当时我在节目里有跟你讲 后来一月二月 也陆陆续续 还持续在提醒你 我说我看好今年 一样是股市会先走强 但是因为股市已经涨高了嘛 他现在一直在右上方那边 所以继续欧印股票 我自己是有点怕 因为我自己不太习惯 追高这件事 所以我会分一半的资金放债券 因为债券还躺在地上 他已经躺很久了 那现在呢 看起来股市 这个的确是持续往上喷 然后债券大概还在我的成本附近 两边加起来 我就是赚钱的 而且是很安心的赚钱 那这个配置呢 也可以解决 因为去年年底 觉得说股市已经涨高 然后你不敢进场的人 你心里的这个障碍 我知道很多人就是一直在等拉回要进场 然后就一直等不到拉回 那不管是美国说要延后降息 还是说要裁员 还是降息幅度不如预期 还是什么乱七八糟消息 反正股市就是金金涨 那你被嘎空手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这个简单粗暴的方法 就可以破除心魔 你反正呢 就是有一半的资金放股票 一半的资金放债券 那一个在创新高 一个还在相对的低档区 那闭着眼睛你就进去买 风险不高 但是获利可期 好你买进以后 假设刚好股市就开始修正 这时候债券会涨上来 补掉你的亏损 起码补一部分 那股票 股市如果继续涨 你也可以赚到 债券反正已经在低档区了嘛 再跌也很难跌到哪里去 你看就算FED继续升息 到这个6% 难道它会升到10%20%吗 我觉得那几率真的太低太低了 你可以直接忽略掉 我觉得其实操作就是这样嘛 我们就常常去做 比较容易赚钱的事情 然后那种几率太低 我觉得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不用想太多 那最近啊 这个我的投资收益 已经快要追上公司获利 早上呢 我就跟老婆说 哎呀 我们今天账上获利又增加了多少 然后跟他讲这个的时候 老婆突然转头跟我说 如果哪天 我们投资赚不到钱怎么办 我就跟他说 不用担心 就算遇到空头呢 我们也只有指数的部位会亏损 其他冷门股是跟大盘的联动性很低嘛 那债券呢还会上涨 甚至可能大涨 所以就算遇到空头影响也不大 那更不用说我们还有终极波段 可以做空赚钱 像2022年 股债双跌的时候 我们就是靠终极波段把绩效撑住的 而且过去很多次 碰到空头大跌的时候 然后我们公司好像都还是可以稳健的获利 没有什么受影响 所以我们有好几手的策略可以互相cover 你就不用担心 最后再提醒一下 持续创高不拉回 终极波段就不会进场 这种情况过去也有碰过 那大家不要揪心 如果你是被嘎空手的不要揪心 你反而要趁这个机会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你的操作需要修正 要开始做一些多策略操作 就是你一部分的资金放终极波段 一部分的资金做股票 一部分的资金呢 可能就像我的终极投资组合一样配置 这样子可以有效的避免 像最近被嘎空手的这种获利空窗期 好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这里 OK就这样 拜拜